我看见的世界 永远有草原 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 总会被理解 被爱恋 你风有你 流泪也能变成情蝶 招牌填赏 光是清唱就够让人陶醉 这是我看见的世界 唱出周会现阶段的状态 相信心里想着什么风景 就能看见你所看见 将正能量加到满的他 最近还给自己 接下了个新挑战 要继彭佳慧 许富凯后 当第三任的大玩乐家 我要怎么样抛开我过往 做流行音乐的思维逻辑 然后去融入一个 会时不时一直在变奏的 一个乐掌 那我觉得最完美的融合 就是完全的可以展现出 古典该有的气势 然后那个音浪 以及流行音乐怎么样去加入 会是以古典为基调的 一场演出 那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 像在高雄魏武营 和指挥家景文斌 所带领的交响乐团 一起重新演绎 华语乐坛大师小虫 出道40年来的经典歌曲 而在挑选歌单时 这首歌特别吸引周慧 有公主啊王子啊那种幻想 所以小时候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整个交响乐编曲出来 它到底会变奏成什么样子 大家拭目以待 真的很特别 所以会看到你载歌载语吗 这个歌有点难载歌载舞 但是手势不能少 这个一定会有 少女时期的爱歌 是她的力宝曲目 虽然早已身经百战 唱过无数场商演 但结合古典乐真的是头一招 要努力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把一切准备到最好 像我刚刚要来做访谈之前 我还先去跑步 就是肺活量的部分 因为其实说真的唱古典呢 真的很像我们看的那种歌剧女龄 因为你想想看 后面有80人的交响乐团 你的声音真的很容易被淹没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 能够撑得住这个分量的音乐 声音很有辨识度的周慧 199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就大卖 其中翻唱王妃的粤语歌《约定》 周慧所演唱的中文版本 成了她的爆红成名曲 尤其当时以惠尔娃娃 作为MV主角 也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 你们都以为我没有露脸 其实我人生的第一首歌 叫《不想让你知道》 其实不是约定 只是因为我觉得不想让你知道 它就还是MV这样拍就比较通俗 直到我的第二首歌《约定》的MV出来之后 突然间让大家发现 原来MV也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这个新人到底是谁 我看不到她的脸 其实前一首歌已经曝光了 只是你没有记住 我喜欢这种感觉 酸酸的感觉 小柠檬搅拌着米汤滋味 害怕她的语言会细线 害怕她的沉默无情的蔓延 延续首张专辑的《绅士》 更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 《沉寂依依旧亮眼》 好想好好爱你 这一句话只能藏着秘密 关上窗外的雨 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 爱过不相信 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 那几年的她一直处在高峰 工作填满了生活 但后来却历经合约纠纷 歌唱事业停摆了近五年 我常常觉得很像 从天堂到地狱 人生失去了希望 整个心里头很灰暗 所以也不想走出去 因为我觉得每次走出去 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会说你最近很想 好吗 你不好 不好你要说什么 那我非常谢谢朱维莹 朱维莹就跟我说 宝贝 你不要把你的眼光 放在一个伤害你的人身上 你都忘记我们 这么多人爱你吗 好友的话点醒了她 朱会体认到 没有时间再浪费了 她用最快的速度 重新站得起来 前行东家再发唱片 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原来心痛也能被温柔对待 在内境中学会转念 没想到2011年又经历的分手 与丧腹之痛 这一次她不允许自己崩溃太久 其实没有任何事情是留得住的 只有你自己 我们都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后也会是一个人走 所以我应该先把自己照顾好 那唯有我自己越来越好 我才有能力去把生活过好 然后让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开心 如果你刚好看到这段访谈 你正在经历人生最低潮的时期 你发现 其实周围也曾经这样过 但她走过来了 而且现在很好 那我希望我的每一次的曝光 都可以激励到大家 不再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把爱自己这三个字变成动词 可以热闹喧嚣 也能平静独处 不害怕寂寞情绪来袭 碰到问题 勇敢面对 只求对决 虽然至今人小孤独处 但相信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 最棒的缘分 它就是自然而然就会走在一起 那可以透过你的理想型吗 理想型吗 一定要跟我一样很喜欢旅行 对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跟 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我觉得你的伴侣就要是 你最好的朋友 外型上 外型 对啊 怎么样好看 怎么样来 谁希望不好看 我觉得那就是缘分 因为情人眼里初心思 我所谓的好看 也不见得是你们幻想的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身边有什么 比较有机会的人吗 没有耶 看到掌声响起的朋友 赶快 因为这里有那个 对对对 这里有报名电话 这位热情爽朗的个性 怎能让人不被他圈粉 走过人生逆境的他 甜美的歌声中 更透出一股韧性 他也会持续唱着唱着 透过音乐鼓励歌迷 传递他那满道溢出来的正能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